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现场休息至少15分钟以上 确认自己身体没有问题 才可以回家休息 回家后记得持续注意身体状况 多休息多喝水 如果身体有不舒服 就像一直发烧 超过48小时 还有呼吸困难 有晕眩 肩脏跳得很快 还有全身红疹等等 一定要请家人带你去看医生 我是陈淑芳 请跟我一起卷起袖子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我在股市打听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无功能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佛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31号的股市万德佛 我是阿德 今天我一开始先讲一下事事 私人的事跟各位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讲了有听到的 你各位好朋友有跟阿德是一样的心情的话 你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哭 因为我要跟一个叫喜恩的小朋友 他明天要出国 要去澳洲了 要澳洲了 因为澳洲开放了 那做爸爸的没办法去 去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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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他出国愉快 那他的理想 那尽量就去完成他 那也好不容易 因为澳洲的话 他要去把学业完成 那做爸爸的 做家长的 我们都会想说 如果不开心就回来 我们只能讲这样 不会哭 来 重点 今天 今天是3月31号 接下来就是4月份 那4月份 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怎么做 很多人说 老师你先拿分析打盘 每次就要叫阿妹 很多朋友都说 你都要叫阿妹 你敢不可以 让我说个理由 可以啦 我可以跟你讲理由 可是你要仔细听 我常常在想说 譬如今天 为什么要放那个QR call 其实我很不想放QR call 因为人太多 做的人太少 贪钱也贪很少 我会讲你 因为很多在高票指定的人 我拿着高票说 我就参考看看 我要参考看看 如果阿德这样讲 如果你自认 自认比阿德能力更强的 比分析数更厉害 那没关系 那你就不要加 你就不要加QR call 免得我的服务人员太忙 忙不过来 因为有时候 你要想看看 每个老师都在加QR call 那都就是几千个 几千个 你做我们的助理 他要加班加到三更半夜 还没有服务品质还不好 所以我常常讲说 是真的你想赚的 你真的想贪 你相信阿德的 你如果没有相信阿德的 就不要说参考 不用啦 不用参考啦 有什么好参考了 因为你看阿德的电视阿德的股票 会变来变去啦 也不用什么参考 什么验证 不用啦 如果你愿意赚钱 真的想赚钱的 那我就麻烦你 就扫一下 你如果想要参考 我觉得没有那个需要嘛 你看阿德 是公司今天规定要放QR call 否则我没有放嘛 我好久都没放嘛 为什么不放 老师啊 你就是那不想电话太多 就不是要品质好 对吧 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我叫你买 今天跌47点 有很多人一定会说 老师啊 连家你叫我买高票 他是笑的喔 对吧 很多人一定会这样讲喔 阿德不是笑的 阿德就跟你说 现在亮说谁不知道 谁不知道现在会亮说喔 对吧 我给你看一个证据 看了你不要笑 这些啊 外资认错台股 什么股汇松涨 你笑人家干什么 你笑华珠干什么 对嘛 没有意义嘛 为什么叫没有意义 因为外资玩的跟你玩的不一样啊 我请问你你会买中华电信吗 会吗 会吗 不会吧 你要做波段的嘛 所以你看的跟外资看的不一样 你管外资要不要买 你管你的嘛 外资管外资的 你看今天 没有量 还有很多分析师跟你讲什么 作帐啦 投信作帐啊 你的证据喔 2000多亿而已 都投信在作帐用的吗 那外资买不要怎样 用名词买喔 投信人用名词买喔 戳户是要搞的 你不在争小争亂 所以 这个其实 跟什么做不做帐没关系 跟什么外资 什么认错回补没有关系嘛 现在你看到这个行情 今天跌40几点亮 我自己看啦 很多人都 都说高费 说得很大大 你去高费很简单 就是买 我说老师你只有两条算 就叫我买 本来你现在不买 那我问你 你这里买好不好 这也两条算啊 你来这里买 我说老师不行啊 跌1000多点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这里买 这也两条算啊 这里是不是两条线 你不买这个地方 不买这个地方 难道你要买这个地方吗 所以说我就叫你买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阿德 你都叫我买 真的我就叫你买啊 买才会赚钱啊 现在不赚钱吗 那我先要问各位 你如果看阿德 三月份到现在 今天是3月31号嘛 你来拿阿德的股票 你真的有拿有买喔 真的有买喔 你问答案喔 那真的有拿到阿德的股票有买 欸 哪亏钱呢 你来找我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阿德给你的股票 欸 三月份表现的都不错喔 为什么 你如果看啊 在买啊 三月份都在买啊 你就叫你来拿 叫你来拿 叫你来拿 他讲的喔 也不用听了啦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吵嘛 我们台湾的老闆 大家都在买 就一直要让他们好的 才不吵嘛 不然每个人也吵 说可以过的也吵 不可以过的也吵 啊现在不可以回来也吵 就一直都同样啦 都在吵 所以说这种的 你就不用吵了 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是全世界的趋势 你直接也不用说啊 你说这个要做啥 也不用说啊 你就只做下去就对了 啊什么时候做来 我再来说 这个时候你不买 你机会就错失了啊 对吧 两条线给你看啊 这不是就两条线吗 对吧 外资看什么线 看季线啊 啊你管季线怎么样 你管的是月线嘛 因为你管的 你管的是 你知道啦 先高龙 比较小嘛 线也小嘛 你一直看的是小型股嘛 你不可能去看中华 中华 店吧 不会吧 所以说你现在要买啊 对不对 所以说我现在要说 你如果真心认同 就说的有着你 你就把它掃下去了 你如果说要参考的话就不用了 你可以看很多节目啊 你年线的时候 你可以用一张A4词 可以写几十档股票啊 所以说我说 想要赚钱的 你就不用客气 你就少下去 真的 真的你就把它掃下去 就说的都是材的 来我掌上你的叫什么 超标的飞天车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有来拿的人 请问一下 有没有赚到钱 我就问你嘛 有没有赚到钱嘛 有没有 有你就想有 啊没有 你有参考的 那当然赚不到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说 我买起来 先买三支好不好 有金钱吗 先买三支好不好 这支股票有信吗 有信吗 有信吗 有低档家人工智慧 演算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共亿利 今天亮灯 有三支好不好 30%我们来开 所以说 我就跟你说 做股票 有简单吗 有啦 这个时候你不买 你当时什么时候买 这有两支钻 来 这有两支钻 你看清楚 这你不买你当时买 买这两支钻 这样就算吗 当然不是 我现在来说 现在这条叫在红线 这条叫绿色嘛 绿色的线 这个黄色的线 那现在买不买 当然要买啊 你这里你看看要不要买 你这里当然要买啊 那你 黄色的线在上面 你赶快买喔 很多老师都去叫你买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 不相信 你还要看 看得太 你看得太久的 你也同样啊 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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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在上面 对不 这叫什么 死亡交叉 你这里不买 你这里不买 你会买当时买这 买这 你弄多久 弄半年都没谈 对不对 老师这可以买 他就知道了 老师可以买他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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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会说 大家如果说 摆下去的时候你就快要买 那是这样 对吧 所以说我昨天送给你的 我又没跟你讲 现在讲电动车谁不知道 所以你要有电动车 无人机加低轨卫星嘛 这样你才认得到 你要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 因为老师现在电动车我都知道 因为绿人啊 对吧 节能减碳啊 对吧 对吧 所以你买了会不会赚 当然会赚啊 哪会不会赚的 阿德有没有事先跟你说 有没有 有吧 我有事先跟你说 不是今天在涨电动车 我在跟你讲电动车的啊 我是在涨电动车才跟你讲电动车 当然不是啊 我是市场上第一个 请你买电动车的啊 对不对 对吧 没错吧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啊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真的是路遥之马力啊 你做人也是一样啊 你跟人家交朋友也是这样啊 你在做股票也是这样啊 你一定要买一支股票 可以一直去 一直去 今天我跟你讲这个 谁不知道 全台湾第一个就是 2020年10月22号的阿德跟你讲 重压电动车啊 第一个 唯一一个嘛 重点是哪 要买什么啊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会赚钱啊 3月30号 那3月29号 就是叫你买公 噴到天上去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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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没有事先跟你说喔 有没有 我事先跟你说 那说完了以后 你有没有买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不喜欢用QRQ 因为QRQ很简单啊 大家少了就有啊 你就知道股票是什么啊 重点就是 你若不买少少那么多 也没效啊 所以说我才会讲说 你要真心认同阿德 你就觉得股票真的可以贪 真的可以贪 买就可以贪 不太好 我没来说太多 这3月29 对不对 喷到天 喷到飞上天 我又没有事先跟你讲 有吧 你有看到吗 这今天 这是今天 是吧 快三支掌停板了 快三支掌停板了 一张当初是你拿到 来 你看 我又没有跟你讲 我又没有跟你讲 对嘛 喷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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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会开那个掌停板的 跟你讲 这支外的 没有啦 一定要让你买得到 你看去年 获利成长好几倍 今年呢 公司预估 法人预估 报纸写的 会比距离更强 那这种高标 你不买 他就是电动车加无人机啊 不就是这样吗 这样不好 这样很好 这样很好 一支有够 你看今天 是不是 两支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市场最强的 是不是市场最强的 我有没有事先跟你说 有吧 好 那我现在要问你 我问你 如果你要拿股票 如果以今天的价格 它的差价一张差多少 一万三千五百块 说多不多啦 说少不少啦 四天的时间而已嘛 四天的时间嘛 对吧 四天的时间你拿到第一天 隔天买嘛 三天的时间 那三天的话两支 两支掌停办够吧 够吧 一张是不是差 一万三千五百块 你如果买十张十三万 买二十张二十七万 买三十张四十万 对还是不对 今年三月三十一啊 所以我才跟你说 我们做股票 其实很简单的 你如果看清楚一个方向 你就拿下来买 你就拿下来 你就拿下去嘛 那就会贪啦 因为是趋势啊 所以就跟你说 就跟你说 你现在要买 一定要买 你要看两条三个 有喔 我去报纸 以前来说外出 外出看这条嘛 外出看这条嘛 对不 啊我们看这条嘛 啊现在这条的时候 你若买这条是对还是不对 当然是对啊 你看 这个买什么贪 这个买什么贪 看什么 你若买在这里 大贪 对不 这个可以贪的二十倍三十倍四十倍 你若买到股票 那股票 在这个买的时候 去四十倍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说第一位 有什么了不起 说第一位 请你重压电动车的阿德 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什么了不起啦 就是说 大家是信任的问题而已啦 如果你愿意 你来拿 你就慢慢看 你就慢慢看 是不是路遥之马 立日久见人心 所以说 东想 东想西想都没有用啦 如果你愿意拿的话 我今天给你一支又更笨 超音速 老师这样有笨 说好了 他要四月发动 老师你公亲的公家 因为为什么我敢讲四月发动 因为你三月份 三月份 我现在直接说 你注意听 各位好朋友 你三月份拿到阿德的股票 你如果真的去买 就一个没贪到钱 贴到那些人 没有贪到钱 不然你大家都贪到 昨天就算给你听 你仅仅四天就好嘛 四天就好嘛 你要买十点就贪十二万啊 十点就十二万啊 那不好贪 那些公票一点才四五十块而已啊 九五六百 没有嘛 你如果买三十点呢 贪四十万 很轻松啊 所以我就跟你说 为什么我说四月份 他要发动就可以发动 因为这种股票 你如果真心的想赚钱 真心啦 我们说实在 你真心想赚钱 这样我跟你说 你就来扫了 你就来扫 你就扫这这边 你就有看到 如果你真心想赚钱了 你就来扫 因为我给你的 我跟你讲 他很确定比迅捷更喷好几倍 靠那厉害 你不是常常说 就常常说 如果有30% 才要公开 你训捷没有30% 就在公开 我其实我也没想要公开了 昨天忘记了 我的助理忘记把我盖起来 我才没办法才让你看到训捷 你不相信吗 不是今天训捷涨我才讲的 我昨天真的是不小心 我盖了好久了 对不对 你不相信 来来看一段VCR 你看到你忙着找 有时候忙中有错 我真的忘记贴了 来 老婆VCR 三月18号 反攻先锋 一支我不要一支一支 我不要一支一支 那一支 因为一张一张 翻的话 我没有时间 我直接跟各位讲 今天 今天 它亮灯暂停 如果三层 三 没解 让你看到 让你看到 没关系 让你看到 来 纪念让你看到 我就开给你 对吧 来 3月18号 你可以去看我的 那个 录影重播 好来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今天 我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是不想开的 对吧 对吧 我不是故意的啦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为它还没有算是涨停板嘛 今天才29%多而已嘛 对吧 今天才29%多而已嘛 所以说我真的 我真的是要跟各位讲说 你算一下啦 你如果在这一阵子 拿到阿德的股票 你到底是有贪钱吗 一定有贪嘛 因为你没买 比如说老师 我要参考 我比你更厉害 所以我今天 我说 你今天 如果真心认同阿德的 想赚到钱的 你直接满下去 就在这里 你就拿去 股票你就拿起来 超音速的呢 你就拿起来 好 你如果觉得 台阶比阿德更厉害 当然啦 市長一定有 人自认比阿德更厉害 一定有 很多嘛 这样你就不用来 拿了 因为你来拿 就没意义了 因为你还没买了 对不对 你像训捷的 你说今天一张差多少 一张差一万两千五百块 你如果十张是差十二万 二十张差二十四万 三十张就差三十六万 对吧 一百万差二十九万 对吧 所以说我就跟各位讲说 路遥之马力 如果你要我帮你可以阿 也要你要愿意阿 你如果要叫我来 你到三天没问题嘛 要真心的嘛 阿德真心跟你说 想贪的你就来拿 真的想赚的你扫QR Code 我就给你超音速 非喷车 因为这一档股票 说好了四月要发动 马上就可以大赚 对不对 而且 而且我强调一下 他比迅捷更喷好几倍 有人说迅捷 迅捷要怎么 你感觉算 我来说 其实迅捷的位置很低 我还没有时间跟你讲得很清楚 不过你真的要拿比迅捷更喷的股票 有 真的有阿 看你要不要而已嘛 真心想赚的 你如果今天真的啦 你如果只是想参考的 或者你每天都认为你比分析师更厉害的 我就认为说 那你就不要了啦 就不要少了啦 今天阿德真的也是在讲大盘的时候 也一直在想我儿子要出国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 来拜托各位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如果真的想赚 真的想赚 真的想赚 对吧 那你就扫QR Code来拿 我先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 进广告 动荡不安的时代 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 388 时事造英雄专案 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 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专线 02 报12 585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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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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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我们 我们 我们两家很辛苦 从8月开始小朋友上学 每个月只要3500 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 像是神教育基金 对啊 小朋友买游戏机 什么游戏机 没有没有 吸尘器 吸尘器 零到六岁国家一新洋 我在股市打拳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公文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欢迎回到现场 那很多人在想说 阿德你不要太苦劳 哦不是 你想想看哦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是五点半 可能你可能 五点就开始在无用 在煮一 哦一桌很脆糙的菜 对吧 叫人家回来这 这也都会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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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菜冷气 这也都会说 啊这应该吃 对吧 那种心态 就了解 就了解 所以我不再来说 真的 你如果说 想要在你家三个工 想要让你吃饭 对吧 你也要真的有想要贴 我高标传给你 你也要真的有想要贴 你想赚的你就来拿 有很简单的吗 这就滴下去 这样就有了 你如果说 好你就自认说 你就比你太太比较厉害 煮菜 不然你就煮给你太太吃就好了 你就不能叫你太太 不可以吃饭 不可以吃饭 你这些人贴这 贴那 说这怎样 这怎样 这怎样就不对了 是不是 我就跟你说 我就高标传给你了 你说像这种 那种 本来就是说 中高标 实在一旦 三级掌庭办 他要 这给你 这给你开 但是 但是 不要再想那了 你如果想要贴 你就来拿这种 他就没想要再说 我反正想要带你 赚什么 路遥 芝麻利 日券 建年事 股票你再拿去 这样就好了 祝各位操作顺利 谢谢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改正 让我们看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